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两年一度新加坡花园节迈入第五届 40多位国际知名园艺设计师 将滨海湾花园打造成具有各国特色的园艺景观 其中日本设计师稻田纯一 耗费近一年时间 使用了超过40个品种18000株兰花 完成大型圆筒状花卉建筑 让参观民众仿佛置身在万花筒中 第五届新加坡花园节在滨海湾花园登场 邀请海内外园艺设计师创作 其中日本设计师的作品 超过10公尺高圆筒状的花卉建筑 内部18000株各品种兰花 让人仿佛置身在万花筒中 最顶端设计就像公主头上的头饰 代表男孩送给女孩的礼物 花园节里各式展区 包括奇幻花园展 桌面园艺展 花卉世界之窗展等 而获得桌面园艺展最佳设计大奖是来自马来西亚设计师的作品 以求婚场景为概念 用竹子为主做设计的双人餐桌 象征有弹性能伸缩的竹子 代表婚姻相处之道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 还有结合欧洲和东南亚气候 利用四层平行花架以四级变化为主题 白色花卉代表冬天 黄蓝绿花卉则是夏天 以视觉带出层次感 从花架中间看出去 还可以看到冰雪女王手捧着白色蝴蝶 花园节展示各国设计师作品 将自己国家和东南亚的元素结合 让花园节充满各国风情的园艺景致 庄社记者旅新会新加坡报道 一个接着一个往涂满油料的槟榔树上爬 这是印尼庆祝独立69周年 最受瞩目的活动 考验参赛者团队默契和合作精神 成功爬上顶端的队伍 就能获得竿子上吊的所有奖品 这是监制槟榜游戏 因为我们的国家新加坡报道 树干又油又滑 一不小心和队友一起滑下来 短時間內成功攀領的隊伍 有人報警樹幹 有人拼命往上爬 最底層的選手 還得使勁力撐住 看到隊友摘下印尼國旗的那一刻 全都歡呼叫好 爬樹活動過去在荷蘭殖民時期 殆盡印尼 通常荷蘭人會在辦慶典 婚禮時舉行 讓印尼原住民可以參加 雖然時代改變 但活動樂趣依舊不解 專社記者周永傑 雅加達報導 Q彈滑嫩仙草凍 搭配芋圓香甜可口 台灣知名甜品 進軍美國南加州爾灣 主要食材從台灣進口 在直銀店模式經營 試營運期間 民眾大排長龍 店內作物虛席 也是非常有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味道 所以這種東西 很多人都來 product也非常好 所以證明你的東西是 非常是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品牌來到美國這邊 那很多的不管是說 在台灣民眾 還是在中國大陸民眾 還有在當地這一些 不管是說 這個韓國 日本 還有當地美國的這些民眾 都非常的喜愛我們的甜品 原本在大陸 馬來西亞 澳洲等地 已開設分店 現在觸角延伸至美國 董事長更看好美國市場 斷期規劃兩年內在加州拓展 十家分店 華人在加州 我們是覺得說是比較多居住的 一個城市 所以說我們在選擇 美國市場的話 我們是從加州開始 董事長也說 目標六到八年內 將在美國拓展達到 一百家分店 要讓台灣品牌推廣到國際 中央社記者吳邪昌 洛杉磯報導 中央社國際新聞 中央社記者 雅加達 魏林泰國 邁谷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太極代表漢穴 梁筍代表永續經營 唐辛蛋凸顯生計醫藥 一道道唐獎盛宴的佳餚 都是取自台灣的在地食材 不對環境構成負擔 細膩表達唐獎 最想傳達的理念 大家好像覺得九席菜 就是那個 一定要有什麼鮑魚 魚刺 那些保育類的東西 我們這次完全顛覆 我覺得現在世界的美食的潮流 首相的是 對於菜 美食的精神 所以這一套菜 精神來自於唐獎的四個獎項 永續經營 法治 等等這些獎項 生物科技 這樣子的獎項 讓它呈現出來 由企業家 尹燕良捐助成立的唐獎 獎金高達新台幣五千萬元 是全球獎金最高的學術獎項 被外界譽為是東方的諾貝爾獎 9月18號即將舉行首屆頒獎典禮 來自挪威 南非和美國等地的得獎者 將成為當日晚間盛宴的座上嘉賓 原本擔任音樂總監的張震傑 因為熱愛美食跨界身兼美食顧問 他立邀高雄參旅大學教師蘇國堯 一起激盪腦力 將唐朝元素融入彩色 從唐詩 唐裡面的一些典故 還有唐朝裡面在長安裡面 可能發生的事情裡面 去找出來一些題材 沒有魚刺 沒有鮑魚 沒有這個很貴重的食材 可是它可以充分表現出來 我們人類跟大智人之間的關係 相傳楊貴妃最喜愛的荔枝 取自李白詩劇《秋夏金門》中的鱸魚 和白鞠翼七言絕劇木江銀的意境 結合燈光 典故和音樂等元素 創造色香味俱全的饗宴 湯我們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如何去呈現它我要的那個詩的境界 如果月亮在湖上反映出來 總共修正的五色鞋 其實我是在國外 可是我第二次試鞋的時候 我沒有在國內 所以我後來只好自己進去廚房 把我想要的那個畫面呈現出來 然後把照片傳回來給他們看 今年首屆唐獎共領選四個獎項 由五位大師獲獎 從9月15號開始將安排一系列唐獎週活動 帶給各國得獎者 音樂和美食等文化饗宴 讓他們對中華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中央山記者張智燕 張亞婷 台北報導 看準緬甸改革開放後的消費市場 外貿協會選在緬甸第一大城仰光 舉辦台灣精品發表會 大力行銷台灣汽車和手機產品 打響台灣品牌知名度 多位緬甸官員和商會代表到場支持 並向台商招手爭取投資緬甸的機會 大力行為 大力行為 臺灣和緬甸 不只經貿交流日益頻繁 在農業合作上也有所突破 台灣先進的稻種和化肥技術 吸引緬甸派員來台參觀 由外交部主管的國和會 四月份更首度在緬甸開設辦事處 推動農業計畫 打開台緬官方合作大門 現在我們這個國會在緬甸 主要是有兩個計畫 第一個計畫是這個農業合作方面的 那農業合作方面 那當然裡面有包括稻作 還有稻種的生產 今天主要是跟農業部合作 所以我們相關的資訊 也已經跟農業部在 請他們再給我們一些資訊 這個現在目前還在進行中 仰光台灣貿易中心和國和會辦事處 先後在緬甸成立 台緬官方關係達到數十年來最佳 不過民間仍希望雙方盡快互設 經濟文化辦事處 如此一來申請簽證不必經過第三地 台緬兩國在旅遊和商務網來上 也能更加便利 中央設計的林景平 仰光報導 美網公開賽 本月25號到9月8號 在紐約登場 台灣網球選手詹詠然 睽違三年確定重返女子 單打會內賽事 網球女將謝淑偉 則無緣晉級單打會內賽 不過她將會和中國大陸搭檔 彭帥力拼女雙冠軍 另外台灣網球一哥盧彥勳 也將出戰男單賽事 最新美網消息 全球視野將持續為您掌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陳凱婷 我們再會 大陸搭檔 大陸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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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搭檢